今天真的很高兴 柯博馆又迎来了我们文化部传译中心 所长期典藏的编钟 曾侯以编钟 这一套编钟是2500多年以前 在湖北省曾侯以的墓里面出土的 当时出来了以后震惊了全世界 是真的当年的王者之音 当年我们知道王公贵族跟诸侯们 为什么这么喜欢青铜器 尤其是把青铜器做成这样子壮观的乐器 那个年代的文化跟科学是很难想象的 这是为什么柯博馆在2015年 就举办过一次鼎立三十的特展 而在那个特展里面 我们要强调的是 既然在科学博物馆展出 我们就要发掘上古鲜明 在材料科学上这一块的智慧 各位在我身后看到的编钟 65个钟大大小小集合在一起 它的形状叫合瓦型 就像把两片瓦合在一块 但这个合瓦型的编钟 每一个钟都是双音钟 也就是敲中间是一个音 敲侧面是另外一个音 两个音差三度或者是大三度 整个65个钟构成了五个半的大八度 大家可以了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乐器 在2500年前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精致的乐器来 需要在两个领域里面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一个是什么 音乐乐理的掌握 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金属铸造的技术 大家可以想象的到上古鲜明 竟然能够做出这么精彩的东西来 而今天在博物馆 感谢传译中心的协助 让编钟能重新在科博馆的阳光过道展现 希望民众能来 也能够听到我们荧幕上2500年前的古乐演奏的感觉 更不用说除了古物之外 我们还有编钟的VR体验 还有小编钟的科教活动 希望我们年轻一代 尤其是我们的民众都能够来体验 这结合了文化艺术跟科学与一体的编钟 那这个原件我们编钟 它是大概将近2400 将近2500年前的一个出土的文物 大概应该在40多年前出土 出土的地点在湖北省 它的原件现在在湖北省的博物馆 那大概在22年前 文化部的前身 也就是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透过一些管道 向湖北省博物馆来洽商 来复制 来购置 购置之后 就经过辗转之后 到了我们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是我们现在重要的点藏品 那它是在全世界 依据湖北省出土的原件 翻模复制 总共全世界有三套 这是其中的一套 那据了解 这一套在工艺的美学上面 以及音质上面 是最接近原件的一套 尤其它的中音区 据了解 它比原件的音质还要好 利用空弹音乐 约20 尤其是 一切在也是 怎样的 你答应 不便宜 就是 那首中古樂是1997年這一套鐘到台灣以後 就委託許多作曲家為這套編鐘所譜寫新的樂曲 那這一首樂曲是有點仿古的風格 那彰顯的這一套編鐘它五個八度完整的音譽 還有高低鐘我們都讓它來呈現 B δ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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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